搞一个人爱一个人 搞一个人爱一个人 咱们的学术界的爱情观倒是不错 爱上了你搞的对象 我听你们这么说 这么搞来搞去 历史可就真成妓女了 不是 他也成美女嘛 胡适的一句话 随意打扮的小女孩 哎呦真是 他非常 其实这个东西是 他感情很深的 他真是很深 你要说是 你要说 比如他搞这个人物 你要说是不好听的 当场都跟你急 真是跟你急 就是都跟你打起来 当年我搞一个团的时候 我那时候 搞一个团是吗 我就说了 他不是真正的爱国 也不反地 好家伙就一帮三中大学 那是一团基地 一帮人说 我们要跟张明辩论 你他来的 等会来 都算弄我们事 饶不了算 我就去啊 我去了以后 他们去了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一看我这人 二愣的样子 后来那一帮 让人的老头子 就没有人带头给我打 就算了 不可算了 就算了 开始放出坏了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讲了 就说你这个严老师 是吧 你打人是不对的 打人不对 但是就是说呢 有人讲了 就说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意见 就那句话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可是又有人讲了 说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严老师在百家讲坛 他是一个人讲的 对吧 那么他的反对的声音呢 也是需要视死捍卫的呢 那反对的声音在哪里出来呢 有一次节目我建议过吗 文道说行不通吗 我一直好心的讲 我想像这么大影响的 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 你尤其是一个人 讲了很多集的一个事件 或者一个什么事情 你应该弄一个类似 像一回期谈也好 或者是你找一些观众 或者有一些专家 大家在学术上给他一个指出 就指出他这是一家之说 而这一家之说 其他有什么什么说法 比方说关于这个清代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那李泽厚他有很负面的讲法 他认为清代 那你就可以请这些人 从学说 虽然看的观众 也许远远少于你讲课 因为那个说书好听 但是他这个节目就比较负责任 但是他们从很偏狭的立场 说这不是自己打自己 我觉得这个才是多元的嘛 我后来我也 因为像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 它是很成功有很多 但是它必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我这个几个月前 帮上海的一个电视台 讲了八级张爱玲 跟六级 跟六级玉大夫 教试说新语啊 艺术人文 可是他们很不满意 他们录完了以后就跑来跟我说 而且还专门找来了一个百家讲坛的编辑 就是他是策划一中天他们 给我上课 给我上课的要点是什么 对我也很有帮助 他说什么 他说你这个三十多少分钟的节目 你讲三十 可是呢 你只应该讲十 就是你的信息量太多了 你明白 你所以人家会跟不上 第二 你在半小时节目里 你提的人名不能超过六个 这玩意有记性 但是你不能 因为我们讲课习习惯了 做报告 就是你提到越多的reference 就是你提到越多的这个注解啊 就是显得越好嘛 越越要用人家的话来说你的观点 他说你不行 你人名一多啊 这个电视机前的人就赚了 就就晕了 他他不喜欢听你这个 而且千万不要引经据典搞做这个 后来我心里想想 平行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 这是我们传媒研究的呀 怎么样能异于被人接受啊 所以当然他对学术 不是不能引经据典 但是他是要去学术化的引经据典 像余丹表演讲台 他张口一个成语 两口一个什么典故 天天这么频率很高的出 没事 没事 本人卡晕了 敌人卡晕了 没有问题 不是没有那个问题 他就是说引经据典不要紧 但是非学术化 非学术化的 余丹化 非学术化的可以 他这个刻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在讲就是讲台啊 如果你是讲台的话啊 他就有有有一个他实际他有有 他有一个最深的那个内在矛盾 一个他要追求收视率 要不要讲讲的好听 他就往往底下走 往非学术化走 往学术化走呢 你又不能走到说书台上去 你走不到那去 那块那块其实比你还好 比你还通俗化 比你还好听 文涛派 你走不到那去 你不能变成三千方 对不对 但是你这就很尴尬了 你非学术化 你不能有学术争议 你不能学术争议吗 那肯定是吧 他就往说书那走 把每个人把每个人讲的都像说书 但他又达不到说书的境界 所以说呢 他这个就是 他这个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往下掉 你别看现在又请出一中天了 他进入不了文涛派 进入不了 没计 有台的很成功的节目 还是要赞养为主 但是 只是我觉得缺乏一点 学术界的这个诸解的补充 他就有人就说 这个严重年老师啊 这个网上有人 这个反对他的观点的人 就说是什么呢 就说他要这么说 这里头啊 还是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你说任何话 你有个立场的 对吗 有人就认为 你这价值观叫成王败寇 就那意思 就是就是个满清入主了 那就成王败寇的价值观 说你这个价值观 就你刚才讲评书 所以说这个价值观 还不如说书的人的价值观 这说书的人 你像三国演义 他里头也有什么中奸善恶 对吗 而且呢 你你既然提到这个说书啊 我就学习嘛 我学习 我发现呢 中国的这个说书 包括中国的相声 其实里边也隐藏着一个价值观 对对对 这个价值观呢 非常有意思 而且甚至于就是咱们说的 中国人爱看戏 中国老百姓聊天的心理 这个价值观呢 我我简单说 用三国演义里的那个词 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极度西洋红 什么白发鱼桥江竹上 灌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你发现没有 我就发现呢 他这个精神呢 就是那天咱们不还聊吗 很多中国老百姓聊天 不管是什么天灾人祸 啊 聊聊聊聊很高兴 但是实际他这个内在的东西啊 好像还也不是监督政府 也不是问责什么 他是就是聊天呢 还有这个说书啊 包括这三国这个 他其实不是一个人写的 多少人那么集体创作 这些事都应该换了 都是业则 都是灾人的 在 metros里面 我还是在这些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